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老鼻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 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间 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 我安琪老师来带大家爱上牡丹亭 安琪老师你好 嘉宇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不容易一个月又盼到了安琪老师 其实上次我们是讲到金梦当中花神 对 花神出来了 今天我们就从花神这边继续来开始 是 我们是上牡丹亭的国文课 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的晚上 所以我们中间会间隔很久 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点忘记 因为我们上次讲到金梦 就讲到柳梦梅跟杜丽娘两个人在梦中和欢 而梦中和欢是要怎么样来演呢 汤贤祖安排了花神 这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安排 可是他在原著里面呢 是只有一位大花神 而且是由墨来扮演的 生诞静墨丑的墨 是一个男生 男的一个男性的大花神 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说 我小的时候看的时候呢 这个花神呢 就是增加到唱十来支曲子 那然后出来很多人 不止一位大花神 就是由一位男的大花神 带着十来位不同的花 而且那个不同的花神呢 不同的小花神呢 也是生诞静丑都有 所以是一种出角色的那种状态 就整个剧团里戏班里面的 生诞静丑 而且他们打扮的就是他那个行当的样子 所以还有老蛋 还有花脸 对 还有花脸 所以我当时小时候看的时候 觉得哇 这花怎么长得一样 非常澎湃的花园 对 非常澎湃 这岔子烟红 那我们上次也提过 就是由汤贤祖的一支 包老崔花神的这支曲子 扩大到那么多 十来支曲子 以及那么多的 上那么多花神 这个是在清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这样的表演叫堆花 把花都堆出来 好 那么这是我们上次提过的 那今天我们要从这儿讲 就是你看我以前看的都是 生诞静丑通通都有 后来慢慢慢慢就变成一种舞者的概念 就花神 大家就用舞者 用这个概念来看他 他是跳舞了 像跳舞 而且他们的全部都是妙龄女子 女舞者 然后这些女舞者都穿着一样的衣服 所以我记得就是像华文怡老师 讲到华文怡老师 我们真的是很难过 也真是大家都爱他 爱得不得了 所以他四月份突然传来这个 真是嫁鹤西归的消息的时候 我那时候很难过 我就写了一篇就是 华文怡嫁鹤西归 世间从此无美人 我觉得人世间再也没有美人了 不只是没有杜丽娘 而是美女只有华文怡可以称得上美女 其他的人在我心目中都不是 都不能算是美人 都称不上 当然他的美 我们指的不仅是本人的颜值 更是他在舞台上 他所诠释的任何一个角色 都是美的极致 那么提到华老师就真的是 我想每一位听众心里面都对他真的是难舍 那么他到台湾来演 第一次是1992年 那我就记得华文怡老师 1992年来台湾演牡丹亭的时候 是林秀伟设计的花神的舞蹈 那一次我们就记得就是满台 就是粉红色的 所以纯粹是舞者的一个概念 那么等到那个2004年 白新荣老师的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 那个花神就是变成很淡雅的白色 而且是大花神还是男的 可是其他的花神清一色的 也是妙龄女子 而且是穿上斗篷 就是我记得是白色的斗篷 然后好像一阵风来 他们就会把那个斗篷整个这样仰起来 然后空中还有一些那个风带 有一丝风带在空中飘忽 所以这样的一种整个的设计的概念 就跟我小时候看到的 生诞尽丑出角色一起唱曲 那个是戏曲的概念 可是后来的设计几乎都是舞者 这样的舞蹈的概念 那当然也有学者不太喜欢 这个素白白的斗篷 也有很多学者提出来说 明明是岔子烟红开变 为什么花全都是白花 那么肃静 那当然我们也了解 它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是希望来形容梦境的缥缈 那总之就是 你看汤贤祖写了这么 一个大花神 一支曲子 而后到清代 加上了十来支曲子 然后又上那么多的花神 叫堆花 然后后来呢 一路再有演变 演变到舞蹈的进来 所以这个戏曲的演出 虽然是城市非常非常严谨 可是到底还是有每个时代 不同的一个特色 这里也无所谓好坏 可是就是不同的时代 大家的一种欣赏 可是到现在 我们大家都对于金梦 最鲜明的一个印象 应该就是那么多的花神 那么曲子呢 不管他加了多少 可是基本上都是掌握到 汤贤祖原来最关键的 这三句的意思 就是这是影上缘 响内成 因中见 他写的是风景的景 可是其实是影子的影的意思 就这是影上缘 是缘分 影上缘 响内成 也就是是在我们的脑海中 形成的 是响内的 是在脑海中形成的 一个和欢的场面 也是因中见 因果的 因缘的 不是婚姻的因 是原因的因 因中来体现的 所以你看汤贤祖原来的意思就是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真实世界是不会发生这样的 因男因女因爱而和欢的 这么美好 这么自然的事 所以不管曲子增加到多少 都是这三句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调性 然后在这段堆花 也就是等于是用暗场来演了柳梦梅跟杜丽娘的梦中和欢的最美的这段之后 花神下去 他们两个人再重新上来唱山桃红 而后柳梦梅要下场了 柳梦梅下场的时候念了这两句 行来春色三分雨睡去乌山一片云 你看这两句就非常非常的露骨 虽然是很美丽的对账句 下场诗下场对 下场的对账 可是它真的非常的露骨 就是春色乌山云雨 就直接讲云雨了 我们先前有提到过游园的时候 游园的时候杜丽娘唱的是 朝飞木卷云霞翠轩 那个地方我们有提到 它是用典故的 用王伯的藤王阁诗 画动朝飞南浦云珠莲木卷西山雨 所以朝飞木卷云霞翠轩 是用典暗藏南浦云西山雨 用典暗藏云雨 可是等到这个花神上过 等到他们两个人在梦中和欢后 柳梦梅就直接说 行来春色三分雨 睡去乌山一片云 云雨就直接说出来了 所以牡丹亭演到这边 杜丽娘向往的那种春意盎然是什么 落实到人情上是什么 就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可是这场梦被她的母亲惊醒 那么金梦这出的初目就叫金梦 那一般的解释会说金梦有两层意思 一层就是她被母亲所惊醒 把梦惊醒 而另外一层意思呢 就是入梦本身就是意外的 就是杜丽娘并不是有意识的 理性的要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中 去挣脱现实的束缚 所以她的入梦只是在唱完那个山坡羊以后 然后自然的觉得颇残声除问天 自然而然的入梦 并不是理性驱使她 她的精神进入虚幻世界去跟真实做对抗 所以是这个梦来的意外 所以这个金梦也可以从被惊醒之外 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好妙的解释 可是到了寻梦 她就是很理性的去找 真的是去追寻 所以这两番是不一样的 所以汤贤祖的写作是非常非常细腻 好那我们现在还在金梦的尾巴 她被母亲惊醒 惊醒以后母亲说了一下 然后母亲下剩她一个人 这时候剧本上有一支曲子 她要唱年搭续这支曲牌 然后才到尾声 这支曲牌呢 通常很多人演的时候是删掉 是不唱的 可是我也是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回在台湾看金剧团 我跟我的老师张静老师 张清辉老师 我跟她一块看的 那天那个剧团 可能是大鹏剧团 可能是阎兰静 我有一点忘记了 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 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 她那天唱了棉搭续 哇我就记得我的老师 张清辉老师 兴奋得不得了 哎呀她说 我好多久多久 没有听到这支曲子了 哇 她觉得在梦醒后 必须要有这支曲子 怎么可以轻易删掉呢 那么这棉搭续曲子啊 哇这个 这个曲子真的词非常的露骨 你想想看她 当然这个牡丹庭里露骨的句子很多 可是这个是她在梦境中 刚刚 我们也很露骨的讲 刚刚完成性爱 然后刚醒来的第一时间 对不对 这是最 真的是最当下的那个时刻 是 这跟后来寻梦去回想 是不一样的 寻梦已经是回想 那个梦中如何如何 可是这个被母亲惊醒以后 她当下 母亲一下去 一离开 她当下在闺房中唱的棉搭续 就真的是完成性爱后的 那个第一时间唱的 非常直接的感受 对对对 所以这是最直接的 所以这个曲子 其实汤签祖写的这里是很必要的 那她的词当然很露骨了 是是 语香云片 讲的就是云语嘛 对不对 语香云片才到梦而边呢 我在梦中才经历这个 无奈高堂 唤醒纱窗 睡不便 我就埋怨她母亲 我才梦到这个云语之欢 就被母亲唤醒了 然后现在母亲离开闺房以后 我感受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的不同是 颇新鲜冷汗年间 你看她讲她一身的冷汗 而且是年搭搭的 年间 间是那个我们间吃的东西 间烤啊 间东西的间 可是就是讲一种 你身体的变化 是 而且是颇新鲜 她用颇新鲜来形容冷汗年间 所以这一身是突然来的 那种很新鲜的感受 又活泼泼的 就是那么真实的 那我当时身体最新鲜的感受 就是一身的冷汗年间 形容的好鲜活 形容的好鲜活 而且好露果 难怪很多剧团都不敢唱 闪得安 心忧不躲 意软环篇 好就是这个 这个梦境 弄得我 闪得我 弄得我 心忧不躲 我的心 忧忧荡荡的 我的心都不明白了 都不是那么清楚了 然后我的步伐 我的脚步 不躲 躲 那个字 左边是一个享受的 就是一个信锅的锅 去掉右边 然后变成那个 单数双数的单 这个各位自己看剧本就有 心忧不躲 那个躲也是不正 歪歪斜斜的 所以你看他讲说 我现在我整个心情 悠悠乎乎的 然后我的脚步都站不稳 好 整个人都软掉了 所以一软还偏 我整个人软了 然后我的头发 都歪了 因为经过梦境的那一段 不争夺 费尽神情 差不多啊 我已经耗尽了 我的精神 所以累坏了 累坏了 不争夺 费尽神情 耗尽了精神 做起谁欠 欠 树心边一个欠钱的欠 欠的意思是 舒服 很惬意 我们很惬意 很舒服 可是他是说 我做起谁欠 我现在连 做我都坐不舒服 都坐不稳了 所以整个人软到 飞蛋脚步 是歪歪斜斜的 我连做都坐不正了 都坐不稳了 责带去眠 我只想躺下 只想继续去睡 你看这么露骨的词 可是这真的是 我们说是当下 第一时间 这杜丽娘对她自己 经历过这一切之后 身体的变化 用这个棉搭絮 这支曲子 来把它唱出来 是 他显出好会写 好会写 真的又大胆 可是写的又美 对 当然这是古文 所以我们读会隔了一层 就不会觉得那么 那么直接 对对对 可是就显得更美 是 然后我要补充的就是 到了清代 有一本书啊 叫《沈阴见古录》 这本书的名字 沈阴就是 沈查阴律 见古 以古为鉴 沈阴见古录 那这本书啊 它是干嘛的呢 它不仅是选了 有名的长眼的 昆曲的折子 而且它旁边哦 不是加曲谱哦 而是加上动作的指示 哦 就是舞台上演员 要怎么表演的动作 我们叫这个书是 身段谱 哦 所以它会写说 你唱这个字的时候 你的手往哪边指 你的脚往左边 还是右边移 然后眼神是跟着哪边 哦 写得好细哦 所以昆曲能够有这种书 沈阴见古录 能够有这种书 就是不仅有曲谱 而且有身段谱 身段还能够这样 写成谱 写成谱 所以那个昆曲的一朝一世 是非常有规范的 它的诚实性非常非常严谨 所以可以从乾隆家庆 从乾家一路的传下来 它有规范的传下来 那么这里面的记录 有的地方就很有趣 它不只记录说 你是左还是右 就像唱这支棉搭絮的时候 它说你要唱出一种 什么样的规范呢 要神脱力 这个你的神情 跟你整个的姿态 要脱力 就是已经完全 完全没力气了 虚脱了 是虚脱了 所以他就写了四个字 我觉得好好玩哦 神脱力式 这样的范式 这样的方程式的式 你要演出一种 神脱力式 这样的一种 一种表演的规范 所以好好玩哦 真的好可爱 而且除了这个 整体的精神状态的 掌握之外 还会讲说 要往左往右 怎么样的 所以脚步也不稳了 坐也坐不稳了 所以多力娘 一个人就在那边表演 真的是和欢之后的 那个状态 那么这个曲子呢 我们现在 很多剧团是不唱的 是直接跳到尾声 所以我们好像觉得 哎呀 没有办法跟神阴剑古路 清代的生段谱 来做对照 可是我觉得 我每次看 不同的演员 演唱到尾声 就棉搭序完了以后 就是尾声 有三句 现在的演出呢 是直接唱尾声 大部分都不唱棉搭序 直接唱尾声 可是你只要看 杜丽娘演那个尾声 尽管只有三句 可是我觉得可以鲜明的感受到 神托力 很鲜明的感受到 尤其是华文怡老师 我好喜欢看华老师 最后的这个尾声 哇 他的尾声的 从眼神 到他整个的姿态 实在是 我觉得光看这三句 就值回票价 就让我们大家对杜丽娘的心情 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那当然我们是在现场看 大部分的人都是 1992年华老师来台湾的演出 而在那个之前 就是华老师还 还没有离开上海之前 是1986还是85 在上海也有这么一版的录影 那基本上规范都一样 可是我觉得 反而是后来来台湾 1992年那次 更入戏 哇 我觉得那个 虽然他那时候已经离开舞台 有几年了 可是演出竟然比他在上海的时候的录影带 看起来还要入戏 尤其是那个眼神 这个三句尾声呢 他们尚昆词改了一点点 第二句改了一点 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 困春心有赏卷 他第二句改成 把一点相思梦里悬 然后第三句回到原来那个汤贤祖的 有心情那梦而还去不远 这三句是春香要扶着他回房去 原来的剧本里 他的金梦是在归房中做梦 可是后来在舞台上演的时候 都把他搬到花园里入梦 那也都很说得过去 就在花园打个盹 亭子里打个盹 然后在百花丛中梦见柳梦梅 这也很好 所以因为后来的演出都是在花园中 所以春香要扶他回归房 所以尾声这三句都是春香 扶他回归房 我觉得华文宜老师演的就是全身瘫痪 他站他本来是靠在那个亭子前面的一个茶几上睡着了 他睡的姿态也美得不得了 你在舞台上睡觉 可是能够睡到那么美 然后春香把他叫醒 给他披一件斗篷 可是他站不起来 所以他会对春香说 掺我来 可是那天刚好他的嗓子在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哑掉 因为听说那个时候 华老师来台湾的时候有一点感冒 刚好有一点哑掉 可是我觉得刚刚好 太好的时机了 太好的时机了 如果他那时候嗓音太清亮 也不像刚睡醒的人 就变成很清醒的一个人了 他刚好嗓子有那么一点哑 就像人还在梦境里面 然后整个沉醉在里面 恍恍惚惚的 可是丫鬟叫我回去 好吧你掺我吧 所以嗓子有点说不出话来 然后掺他站起来的以后 他起先好像清楚 困春心有赏卷 这趟出来玩累了 我要回房了 可是当他唱到困春心有赏卷 把一点相思梦里悬 然后唱到春啊 有心情啊梦而还去不远 他唱到春啊那两个字的时候 他整个又入梦了 所以最后的尾声 他是看似被唤醒了 惊梦了 可是惊梦后又入梦 再惊梦再入梦 前后三番呢 我觉得演得好细好细哦 你整个心就被他牵着走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在看的时候是 你身体会跟他这样动的 是 他唱到那个春啊 那个时候呢 他整个神情就是又回到那个梦里面去了 而且他充满了希望 有心情啊梦而 唱到梦而的时候 哎呦脸上又出现了笑容 而且他已经完全把旁边的春香忘掉了 忘记了 所以旁边的春香是要呆呆的看他 然后他完全忘了他 他的手还搭在春香的肩上 可是他已经忘了他 他一直往前面看 往前方看那梦而 唱到梦而的时候 整个脸上有了笑意 然后还去不远 那不远他充满了信心 摇了摇手去不远 可是这个不远两个字 一边摇手 一边往前看 他仿佛看到了柳梦眉 哎呀我觉得那里实在是演得太好了 真是而且他身子往前 往前 往前一探 一探的那一刹那有点落下来 有点重重的一落 那一刻他似乎惊醒了 回到现实 可是一回到现实的第二秒 他就又在入梦 所以完全在那个虚实之间出入自然 天哪 所以太精彩 太精彩了 就是你以为他要由虚而入实了 其实他又回到了虚 他那个包括那个眼神 包括脸上那个笑意 那种甜美娇羞啊 然后最后那梦而还去不远 他相信那个梦去不远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往上看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棒了 他完全回到梦境中 回到梦中的和欢 梦中和欢的状态的时候 他当然是眼睛往上看 真不好意思 他眼睛往上看 往上看的时候那种甜美 所以他眼神往上绕了半圈 再落下来 才看到春香在旁边 那一刻他才 就前面经过了这么多次 虚虚实实 那真的他看到了春香 他才一惊 原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他回头看一下自己 然后那个身体才重重的一落 然后水秀再翻起来 往春香身上一搭 这才回房 而他往下场门走的时候 又一次重重的一跌 哎呦 我每次哦 真的是我觉得 华文英老师的这个 这个尾声这三句 这真的是让我看到了 神阴建古路所说的神托力 而且不仅看到神托力事 而且我还看到的不止于此 而是我已经这么没力气 因为我刚经历过这些 可是我更相信一定那个梦是存在的 而且梦不远 所以看到神托力而又不止于此 在这个易软环篇里面 头上的那个病环 易软环篇里面 他更有陶醉也有希望 所以这个表演 真的是把这么美的文字 又加倍 用惩罚式的把他的意境又提高 而又扩大了 这个真的就是看这个表演 绝对不能只是纸上谈兵 就是要看 要盯着那个表演的细节看 所以如果有录影这些 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 可是我看上海那一版 就是最后他眼神往上看 也是那么陶醉 也是那么美 而且那个时候他的半相比1992年还要美 那个是那么美的状态下 可是我就觉得那个眼神转的那半圈 没有1992年的 那个半圈 没有那么那么饱满 就是没有那个转出的娇美感 没有1992年转的 也是一百分了 可是你好像觉得欠了那么一个一滴滴 当然这本来已经是完美的 可是是要通过比较才能够看出来的 所以最后这个金梦是在这个尾声里面 让我们得到了 真的是太满足太满足了 满足到意犹未尽 还像在看 所以虽然删掉了这个棉搭许 可是他却从尾声里验证出 清代神音见骨录里 所说的这个表演的神托历史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值得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记录 那很可惜我们只是这样用说的 各位可以去想象 你想象花文鱼的美 然后你想象他的表演的入目三分 他的眼神 他的肢体实在太美了 那这就是杜丽娘 就是汤贤祖笔下的杜丽娘 好怀念他 我想用这个来纪念他 把他的美再说给我们的 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听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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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的冷寒暗 盡 顺的暗 笑 而不多 哦 依人怀爱片不增多 无非心 善情 搜起一水心 则带去雨 迷 迷 哦 依人怀爱片不增多 无非心 善情 欢迎您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家瑜 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所以我们由安琪老师带着大家来爱上牡丹亭 我们一起来上牡丹亭的过文课 刚才我们从这个杜丽娘她的下场 就是金梦最后的这支尾声 看到了哇 真的是一个绝代风华的一个表演 您特别形容到华文艺老师的这个演出 所以我们已经经历了金梦的这一段了 是 我们看我们对于杜丽娘的表演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的形容 像清朝就有人形容说 杜丽娘要演到像春蚕欲死 就是我们都讲春蚕到死四方段 是 春蚕到死 她说你要演杜丽娘必须要演出春蚕要死不死 那个欲死 春蚕欲死 哎哟 你想想看那个蚕本身就在那边蠕动 然后春蚕欲死要死不死的那个样子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以化文艺老师为例 看她演那个杜丽娘金梦之后 唱棉搭续 唱尾声 然后又回到梦境中 然后从梦境中醒来而又再次跌入 三进三出 那种就像我觉得就是看清朝形容说 演员们演杜丽娘要演到春蚕欲死 那样的一种味道 然后我们再可以用刚才提到的那个 沈樱见古录这个申断谱 提到的申断谱 它另外有一个地方的记录 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牡丹亭有进一步的了解 也帮助我们对于舞台上的表演 更进一步的认识 那么我再举沈樱见古录的另外一个例子 是关于春香 关于春香 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就是杜丽娘的丫鬟 非要叫春香不可 怎么说呢 就是它不可能叫什么夏河 春桃 秋桔 秋桔 东梅 它不可能叫这个 它一定要叫春香 因为唐显祖写杜丽娘的时候 杜丽娘随时嘴里唱或是念的时候 都会有一句春香啊 春香啊 它随时在又像在呼唤她的丫鬟 又像在呼唤春天 对 所以她的丫鬟非得叫春香不可 因为春香两个字一直在她的嘴里面 所以不可能是其他的 如果要叫春桃啊 对不对 就整个就东北啊 就怪怪的 怪怪的 所以春香两个字等于可以有双关 又是丫鬟这个人的名字 而又是杜丽娘对春 这整个戏就是青春的意象 对于春意象的一种向往 可是春香 她却不了解杜丽娘 她不能够进入杜丽娘的精神世界 不像红娘 对 崔茵茵 红娘是真了解茵茵 而且她还可以帮助 推一把 推动 推她一把 而春香跟红娘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你看哈 在那个游园结束 游园结束她要做梦 要唱山坡洋之前呢 她会先说 任班天气好困人也 然后有一句 春香哪里 春香到哪去了 做左右瞧解 左边看看 右边瞧瞧 左右瞧瞧 确定春香不在 杜丽娘才开始放心的念她的大段独白 就吴金年以二八为逢折贵之夫 所以你看她把内心独白流露出来的时候 是先要问春香在哪 然后左边看右边看 确定她都不在 她才会说 然后演到了寻梦 第十二出寻梦 也是如此 她一直闭着春香 我觉得如果我是春香 应该很难过 对啊 我对你那么好 可是这就代表杜丽娘是一个超越时代的 没有人能够了解她的 所以她的追寻是孤独的 你看到寻梦呢 原来寻梦一开始啊 是还有一段戏 那段戏是春香要劝小姐 你要吃点饭啊 你不要都不吃啊 有那么一小段戏 可是杜丽娘就吃不下 然后她把春香打发走 她把春香打发走 春香端着菜饭下场的时候 那个申断谱 沈樱见谷路上就写了一句说 春香下场 端菜饭下场的时候 杜丽娘要怎么样 要冷去春香下 要冷眼偷看 对 去 偷看 偷去 偷去 要杜丽娘站在那里 要冷眼偷看春香 是真的下去了吗 要冷去 那个去 偷去 那个去 冷眼偷看春香下 然后她还要独白一句 春香已去 她真的已经走了 带我寻梦 真的是避着她呢 都避着她 所以原来这个剧本里 寻梦开头是有这么一段戏 可是后来演出 在舞台上这段几乎都没有演过 好狠啊 对不对 太避着她了 而且既然你想回避她 你想支开她 我们就别让她上了吧 所以后来所有的寻梦 都是杜丽娘一个人出来 直接唱《懒话梅》 就没有春香了 没有春香 春香只有到最后 才来接她回房去 春香真的是 可是你看就是这个 《神音见古录》这种身段谱 她不仅是在讲 那个身段的表演 而且她把那个角色诠释 其实都涵盖在里面了 通过这么一个眼神 冷冷的偷看 要冷去 春香已经下了 我才去游园 哇这个冷字用得好 让人心惊啊 对对对 所以杜丽娘真的是 超越时代的一个人 好那么寻梦 是她第二次游园 是有意识的 自觉的 跟第一次的 恍惚入梦是不同的 所以这是她怀抱着理想 对理想的 有意识的追寻 那寻梦呢 很长耶 汤贤祖写了十六七支曲子 如果完整地唱 完整地唱 大寻梦 真的很长很长 而且我觉得好细腻 就会细腻到 喜欢昆曲的人 真的是满足过瘾 可是如果初看昆曲的人 可能会觉得 他干嘛搞那么久 因为太细腻了 所以后来的演出 大概就大寻梦的不太多 小寻梦的比较多 就稍微摘出一些精华 可是总有几支曲子 是一定会要的 我们从揽画梅 第一支曲子来看 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少什么低旧高来 粉画圆 原来春心无处 不飞旋 是睡途迷 抓住群岔线 恰便是花似人心 向好处迁 就这几句是揽画梅 是寻梦的第一支曲子 一开头 就是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杜丽娘经历过了 16个春天 她16岁 可是只有今年的春天 最撩动人心 所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而当然为什么呢 当然因为今年的春天 我经历过了这一场梦境 而且现实社会的 种种禁锢 种种阻隔禁锢 都存在 所以少什么低旧高来 粉画圆 所以她又进入 禁园游览 可是她看到 你看这些粉墙 这个园林 园林的粉墙 高高低低的 一点都没有少 所以少什么 多的是 这个园林里多的是 低旧高来粉画圆 高高低低 无所不在的粉墙 可是关不住满园春色 她是在有意识的游园 所以她看到了 这个园林中 有这么多的画墙 这么多的画园 断井颓园的园 原来春心无处 不飞旋 尽管有这些禁锢的东西 阻隔 遮断的东西 可是遮不住满园春色 所以春心 这个春心 未必是我的 思春之心 而是大自然 春天 大自然的那个情意 是无处不飞旋 它会飞越这些高低的 那个墙的 所以这些春心 大自然的春心 召唤着我的思春之情 然后唱到这里呢 睡途迷抓住群岔线 他在表演的时候 本来是要往前走 忽然要倒回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裙子被勾住了 群岔线 那个字应该念叉 就是衣服的一字步 然后右边是一个叉 打叉叉的叉 右有一点 对 有一点的 一个右中间再一点 群叉 就是那个裙子 就是开叉的那个地方 他本来那个身段 是游远往前走 忽然要被勾住了 倒回来 是谁啊 谁勾住了我 哦 是图迷 是睡图迷 是睡图迷抓住群岔线 你看他这里的写法是 草木有林 万物有情 所以你看到寻梦的后半 这些植物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可是刚来寻梦的时候 一草一木皆有情 所以连这个图迷都好像要勾我 不要我走 跟我打招呼 闹着我玩 你看这种草木有情 万物有林的写法 在他游园经梦 那个游园的时候也有 那里面不是说的 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吗 对 形容的是似乎是要借成语来讲自己的美 可是其实都是借用这些植物 大自然的景象 所以大自然春跟我的人心是没有阻隔的 所以忘记 而且提供了身段多漂亮 那要往前走 一看怎么被勾住了 哦 原来是图迷你 你要闹我玩 你勾住了我的群岔线 然后我就当然要把它稍微拉出来一下 然后可是这不只是说一个身段而已 它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兰化眉》这个曲子的最后一句 花似人心 好处迁 就是花草跟人心 跟我们的心 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 它随时在跟我打招呼 那么是我向好处迁 向人间最美好的地方 跟我迁迁缠缠 所以花草 它们都看透了我的心 是爱它们的 所以它们跟我发生关系 它们跟我迁缠 所以花似人心 向好处迁 迁迁缠缠 我们之间是都勾连的 都不断的 都有情的 而这句就可以呼应到 寻梦的最后最有名的 花花草草 游人脸 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我们都可以仔细的去 去闻它的味道 去抚摸它 然后它也可以 花也可以来勾我的衣服 然后它也可以伸出 它的枝牙来勾我的脸 勾我的头发 所以双方是互动的 所以花了解我们的心情 花似人心 大自然跟人 没有距离 没有阻隔 花似人心 好处迁 我们都像最美好的那一面 来相互迁缠 所以这个揽画梅 这词写得非常好 而且里面有它的深意 就强调了就是 花花草草游人脸 所以我流连这一切 它们也流连我呢 好 这个是揽画梅这支曲子 然后接下来呢 它要唱的是 特特令这支曲子 那一搭可是湖山石边 这一搭似牡丹亭盼 千雕兰 说要牙尔浅 一丝丝垂扬线 一丢丢鱼夹钱 献尔春 圣金钱调转 我觉得这支曲子 特特令是曲梦里面 我最喜欢最喜欢的 又好听词又漂亮 而且又跟我们刚刚讲的 那一切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是好像也可以来听一听 这支曲子啊 我觉得这个曲子当年呢 就是也是1992年 看华文宜老师 在国家剧院演出的时候 他那个身段到那个 一丝丝垂扬线 一丢丢鱼夹钱 哎呦 我就整个哦 整个迷的我们哦 他那个扇子 跟他的去弄那个垂扬线那边 真的是把人整个迷住了 然后所以那个景象 我一直记在心里 然后我们听张继青老师唱 张继青老师的唱功 真的是光听他的嗓音 就可以听出里面的万物有情 对不对 所以张继青老师唱 这个一丝丝垂扬线这个地方 哎呀 我也是觉得跟华文一老师 我先从华文一老师的身段里面 让我对这个印象特深刻 然后再听单听张继青老师的唱 要更不同的一层体会 所以这一支特特令这个曲子 我觉得是寻梦 绝对大家不容轻忽的 而他的这个唱词跟身段 身段的诠释 有的地方是超出汤贤祖原来词的意思的 这个我们可能要我们先听听 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跟各位来分享 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今天就带着大家完成杜丽娘的寻梦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就一块来分享 张继青老师所带来的这段特特令 同时呢在这里也非常非常谢谢 谢谢安琪老师今天带着我们金梦 并且一起试梦 谢谢大家 那我想很多朋友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万一错过了 不只是昆曲 安琪老师的这一集怎么办呢 或者是安琪老师讲的 我还想再听一次 那您可以随时到YouTube上面去 我们只要在播出完成之后的第二个星期 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内容都放在YouTube上面 您只要打不只是昆曲 立刻就可以搜寻到了 好 那么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 谢谢安琪老师 我们下个月最后一周见 再一起来寻梦 好 谢谢 再见 下个月最后一项 你还挺кийчес的爱 安琪 起点 你也来说 哦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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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啊 你也去 啊 四 四 说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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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嘀嘀嘀 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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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质 难以生质 哟 引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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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